另外呢这个昨天的场景就带你来看了陈志忠办晚会 昨天就起来了高龄80多岁的扁妈来站台 而不过舞台强光哦 用老人家的眼睛是不太舒服 扁妈他是一直用手遮着眼睛 为了替孙子拉票 扁妈他还深泪俱下 不断鞠躬 他说呢陈志忠落选 他会活不下去 扁妈我们尊敬你 陈志忠造势晚会 请来高龄80多岁的扁妈站台 受不了舞台强光 老人家用手遮眼睛 拿起麦克风声泪俱下 我真的有关头像哦 我做老婆的人哦 受到疼痛 我吃到八十几岁了 我这个肩膀 我开十几岁 我才有好多人等到我走回来 你搞笑话 心疼儿子不舍孙子 扁妈不断鞠躬 替陈志忠拉票 还说陈志忠落选 他活不下去 我们中间现在说不好 我说起来 你时常在睡女儿 这样搞不好 搞不好那些事情 你给他想看 我阿嬷才老了 也是都靠我们中间 不是靠上 今天我们中间 冬孙子 我就更放心 我如果不冬孙子 我没有就让我下去 陈志忠的晚会 扁家人几乎全到齐 除了吴淑珍血压低缺席 连好久不见的陈信瑜 也是第一次现身替弟弟站台 我们给陈信瑜最热情的鼓励 陈信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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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被大打悲情牌 好多支持者都哭了 制造扁家被打压 要冲高选票 讨公道的主轴 很明显 周天新闻王家请报经营 SH小组高雄报道